9月21日立物浦日报,每日一站是立物浦新闻集锦,1,周六,22点,英超第六轮,立物浦主场迎战南安普顿,冲击英超六年胜,预计首发,2,克洛普三前发布会, 1,本场是克洛普直较生涯的低劣白场比赛,扎叔表示,我只有照镜子才能看到自己的变化,但内心从未改变,比我好的教练多的是,但这从未让我停止去做最好的自己, 2,确认菲尔·米诺可以首发出场,菲尔·米诺和斯图里奇同时首发,有可能, 3,洛夫伦洁渐渐复出,但不会进入本场大名单 4,弹迪克说,立物浦目标是四冠王,克洛普表示,我们怎能不想去赢得这些奖杯呢? 我们当然想,但赛季还早,我们开局不错,仅此而已 5,萨拉克状态很好,表现也很好,虽然没有进很多球,但足球比赛中进球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 3,过去五个赛季,隐朝六强在欧战后的联赛表现,阿森纳第一,令物浦倒数第一,深蓝色为欧战后联赛的平均积分,减蓝色为其他场次联赛的平均积分 因媒体对比萨拉克本赛季和上赛季的数据,结论是本赛季表现并不差 其实萨拉克上赛季前八场才进了四个球 5,意大利媒体,利物浦瞄准21岁的卡利亚里 意大利国奖中场巴雷拉尼克罗布尔维勒,身价3100万英镑 竞争对手是米兰双胸,有门和罗马 6,米尔纳赛图,致敬,戴眼镜训练的菲尔米洛 博彩公司大幅下调,米尔纳赢得本赛季英超最佳球员的赔率 从一赔250变成一赔25 7,米尔纳合同名下到期 明年1月就可以和其他球队谈判自由转会 按照现在的状态,克洛普一定会再给他一份合同 8,利物浦民所索内斯暗示米尔纳强于伯格巴 如果从米尔纳和伯格巴两人中挑一个当对手 他更不愿意面对米尔纳 9,克洛普拒绝亚马逊为利物浦拍摄纪录片 此前为曼城拍摄纪录片的亚马逊团队接触利物浦 老板亨利本已经答应 但被拥有决定权的克洛普否决 扎叔认为这样对更衣时的曝光并没有好处 3,包工偷克洛普出席利物浦去乐部全新训练基地的动工仪式 将美尔5的和科克逼合2为1是我们通向未来的重要一部 11,利物浦与巴黎的欧冠比赛 但迪克竟然是场上速度最快的球员 12,张伯伦 也会复场球训练 虽然只有5马 但重要的是让我知道 我的膝盖可以再次踢球 13,洛夫伦赛与萨拉赫合影 14,杰拉德率领的流浪者在欧连杯 克场2-2别平比利压来压 15,这样的乐高你会买吗 15,更正 利物浦带欧冠包括新前山欧洲北总社球榜 杰拉德30球第一 拉什14球第二 飞尔尼诺12球并列第三 1,2,3,3,4... 2,1,3,4... 2,3,4,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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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好